全油管最快新闻,乌军在扎波罗热地区发起的反攻似乎终于取得了突破,成功突破了俄军的第一道防线。 然而,分析人士指出,这并不意味着反攻能够被看作成功。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表示,乌军在扎波罗热地区取得了进展,而美国方面也确认了乌军在南线取得的进展。 尽管如此,乌军仍然面临着俄军的快速增援和新的火海战术。 乌克兰宣称,以自主研发并成功发射远程导弹,可打击俄罗斯领土。 乌方表示,在乌克兰境外对俄方目标的袭击也不断升级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